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在我们这个男孩 福大这边 称之为运动与老线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个 健康提示的跟运动测试概念 里面的一个 内容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许鸿志医师 在台北医学大学 医学学一业之后 在Eco 参加运动的训练 那之后我在南京中央大学 以及参加大学 完成我的硕士和议事研究 那之后我在西洋湖 甚至医学中心 以及芝加哥西北大学 做过我的语副研究 那我个人是复健老年 以及医用超音波的专科医师 那同时我也是 美国医学学会的会员 考了这个EIF的证照 也是台湾的这个EIF的讲师 那我个人目前是在 嘉义厂根医院 以及台东仁耐医院 那同时我在 每个礼拜二 也要在我们左翼 国家医工训练 在我们这一层 那我同时也是负责我们 夏本厂根医院的这个 高度医学 以及担任北京清华厂根医院的 这一层专科 另外我的授课呢 主要是在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 以及我们的南海科大 那主要就是讲这个 动伤害 另外这个我们刚给各位看过的 这个EIM的这个课程 我也是台湾的这个EIM的讲师 还有就是我 未来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台湾的儿童福音方的这个防治治理 做了一些内容 同时我也在国家队里面服务 那参加中亚历历历的中文赛事之外 等下也会跟各位介绍一些例子 做这个群众 台拳的女人 中文家队的这个配音 那这个是我跟运动赛事 赛事的一些经历 那这个从2005年开始 就是参加这个赛事 那这个是我相关的这些著作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那主要从我们刚刚介绍的 这个9本的这个课本里面 那其他的主要是从这个 这一本物件跟物理医学 还有这两本所出来的 那在当中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在写过的一些路 未来各位如果有的要进修 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好 那这个我们测试的一些内容 会放在FB 爸爸向这个YouTube YouTube就是那个 各位应该有链接上看过 先导课程就是在我这个YouTube 爸爸今天的课程 讲完也会跟各位上演 还有部落 那讲到这个课 一定会先放这一张 那要出任务之前 后面 到底哪一个先 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是台南很有名的一个老店 150年了 那这个万川套 他卖的是包子 跟水晶奖 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个人他肚子饿 吃一个包子 两个包子 没有饱 他吃三四五 吃到第六个水晶奖 他终于饱 他说吃完以后 他说炸仔 早知道 吃到第六个水晶奖 那我前面五个要吃了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一学期在上课 可能前第一堂第二堂上的时候 各位会觉得老师 你在讲这个 到底跟 运动与保健到底有什么 那我们是希望到今年的年底的时候 大家可以观念就是 原来运动等保健是这么个回事 希望建立大家正确的观念 所以我们可以前面 会花一些时间 建立大家一些正确的观念 然后再来去验证 那为什么会做到这个 这个前几天 我们这边有大的一个地震 其实在23年前 我们台湾遭遇历史记录以来 最大的921地震 那个时候 921差不多就像现在 这个9月底的这个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是长温医疗团 发生地震的时候 隔天早上 就整个推进到台中东市 大家如果去台中东市 有看过 那时候的灾状 这个禁区东市 有一个东市大强 断成四断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在那边渣移 然后晚上睡在草莎 照顾那里的病人 那发现说那里最多的病人是什么 因为大量的压砸伤 顿挫伤 造成这个灯符 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照须 这个方法就是快速诊断 治疗病人 但是在那之后呢 发现灾区 灾区 突然很严重 但是重建 重建更多 重建有遇到很多分 包括什么 这些在那边的灾疫 它如何去重建它的升族键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 Windows 是一个很滑的方式 所以在那之后呢 组建 就往Windows 就向开始去做 所以从99年开始 到不训中心作业去服务 那在那边呢 我们看过很多精英的选手 因为受伤 关系 没有办法再运动 所以帮助他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有一些选手 他要精益求精 还要更好 加强他的体能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地方 照顾去做努力 那在这个综合的赛事 你看像这个 澳门东亚艺的时候 我们是担任中马队的队影 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场边看选手 其中就是处理什么 运动伤害 那他说运动伤害 那有什么困难 PRIC 休息保护兵肤压过排高 这个很简单 但是运动选手在受伤之前 有一些不对劲的状态 就要看出来 那这等一下也会很难 我们就会跟总教练在看 这个选手怪怪的 这个选手哪里不推进 早在运动伤害发生之前 能够心理准备 那这个也是我们推进出去的 之一 那后来在这个 10年 广州亚艺会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是在场边 帮忙运动选手之外 我们也在网络室 网络室里面 来去照顾我们运动选手的伤害 所以今年我们也会同事 就是那个苏老师 跟各位这个上课 那苏老师也是我们在中华队合作很久 那他是在这个 这个AP 就是运动防护师 他会跟各位介绍一些教练 那在14年开始了 这个长庚运动医学团队在启动 那我们有照顾一些精英的选手 还是 大概是从14年开始来去做这些 运动伤害的照顾 那到了2015年 2015年 我们台北办世界大学运动会 那个时候在办的时候呢 才发现说 我们国内专精于这个运动训练 跟运动伤害照顾 是真的很少 所以那时候2015年世大运刚开始的时候 特地界调在嘉义场 到这个台北市立人耐医院 就是联合医院的那一边 去帮助他们建立这个行为 训练这些人 那这几位啊 现在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那时候是照顾台北市的这种选手 那这各位如果有影响 那个上一届的套运 前一阵子当晚的这个是 2020年冬季奥运 它的上一届是2016年 李约奥运 那李约奥运 那一段期间出现一个新闻 大家记忆或者可以查一下 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写的 约旦历史首经 是台湾打造 约旦首经是什么 约旦这个国家什么 1970年开始 他们就一直想要在奥运的这个上面 都出牌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果 直到上一届 2016年 他们历史上 他们国家得到第一次的奥运奖 而且是什么 金牌 还有什么项目 以为是这个约旦人 就不是台湾人 是我的 张文丁 赵教练 那张教练在讲的时候 他就说感谢这个台湾 后来发现美国外媒体 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约旦国家队的外景赵教练 他之前是在我们中华台北 中华队担任助理教练 那个时候是因为约旦清娃 约旦的这个皇族 他的世卫长是两位 陈老师 台湾人 陈庆兄弟 那个时候经由他的这个世卫长的介绍 把我们的张教练 去约旦会带他们的军选手 希望借进台湾的经验 他刚去的时候啊 就打电话 陈氏话底下就够了 够了 他说你怎么够了 他说去那边 仪器设备不是那么好 缺手观念也不是那么好 他就很胡闹 我就跟他说 那不然这样给他建议 那你那个国家队要不就是 回来台湾 回来娘家做训练 他回来娘家做训练 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跆拳道是分级运动 要量体重 所以这个选手回来的时候 回来台湾训练 第一个 两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运动训练 以及运动受伤怎么办 就说那我帮你想办法 运动营养 我找我这个同事 会会临盛长的同事 他可以做营养很健壮 那运动伤害和运动训练 所以他呢 去的时候 训练整个俩队 成绩就非常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一个 选手 那一次就得到金牌 那这个选手 大家可以看 我们说跆拳道 身材是什么 高高 瘦瘦 腿很长 高高瘦瘦 腿很长 看到高 也没有我高 瘦瘦的 还算瘦 但是腿呢 好像差不多长 他的这个身体的条件 在他这个量级 一定是算最高 但是呢 他过来训练的时候 每一个运动选手 要发挥他的特色 比如说这样的选手 就是要从他们特色去发挥 他的力量很高 就是增加什么 增加他的敏捷度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11项局势能力的敏捷度 那时候跟这个张教练 这个选手 他的力量够 他只要什么 速度不快 然后速度变速 他的敏捷度够的时候 他的这个 攻击效果之源 结果完训练之后 他就 这一次就得到 这个地面的 历史上的地面这个讲法 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是2017年 这个 举重世界检标赛在美国大 那一次我也是担任 中华队的队营 那中华队的队营 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选手 许淑敬 那个时候他在举重 我们举重大家知道 平举跟抓住两枪 去比的时候 他在平举的时候怎么样 因为他先前膝盖有受伤 膝盖有受伤 平举的时候呢 身体往前冲 往前冲 他手要去救 他就用手去推 结果这一推 韧带受伤 韧带受伤 他举完之后下来 下来之后 他就跟教练总统手震 教练说 你都在哪去金牌 因为那次事情战很重要 他想要拿到一个三面奖 就第一面已经拿到 但是要争取第二面 他说教练手去 那怎么办 赶快 总教练说 徐一次徐一次 你帮我看一下 帮我看一下 所以在那个现场就给他 在那个现场 用超音波的检查 给他做 那做的时候 发现他韧带三条断腰 所以知道这档下怎么办 当下我们就跟他说 教练有行 各位如果有看过 那个举重的size 就知道 他们是一个裁判台 要上去举之前 一个裁判台 在后面 那教练是写什么 上面写他要举的重量 然后举的重量以后 拿给他 拿给他 然后看他拳不拳起来 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 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这个教练怎么样 后来听从我们的监狱 直接走到裁判的那个 准备台去 放一个白色的毛巾 放白色的毛巾 那是什么 7.3 7.3 这是对于这个 运动选手教练 还会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当下我们知道 他是这个问题 然后 这个 这个 退为进 以少数为盈 这是怎么这样子 但这个事情 是不是只有这样 其实不是 因为这选手受伤之后 回来看他要怎么训练 对我们刚刚讲的 回到 抵营的时候 回到负一负二负三 甚至负十的时候 要哪个人 所以后面的这个 训练很重要 所以 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还有一个插曲 可以插曲 在做的时候 然后 我就跑到这个大会的医疗站 就看到那边有一台超音波机器 超音波机器 我就说 这个受伤 可以做 结果他们那个大会的医师 护占了 那个医师 在那边做 在做的时候 现在还没讲 现在要做什么 开机 开机 开机开始还没有做 等了15分钟 这都没人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那个 举重协费的理事长听到 徐医师你还没说 我说那边有一台机器 我们台湾 我看一分钟 我就知道什么 还在那边跟他摸 在那边跟他讲 十五分钟 在那边念的时候 他就说 赶快去争取 我就说他这个机器 不能给我们中华队的推理 去讲 他就给我们 他在做 他在做的时候 他也没那么顺利 知道这个老外 他们也是有 他的专业的兼职 他会说 你这个做这个机器 他在那边 这个他们那个医疗长 就跑过来说 奇怪为什么 这个中国台北的 对一代的一个选手 哪里要做兼职 做那个机器 那我说 不是给你们做 我帮他做 他做的时候 我就说 他在这里哪里 他的医疗长一听就吓到 他说 诶 怎么知道 这个正代 通常在我们乎外 要做物质封证 这个超音波 只是看 一些这个机器 的打扫 这个东西 我们在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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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 讲这个结果 每次的医疗长 吓到 是做这个 这个 肌肉骨盒的 超音波的专家 所以我只是 他们听了 他就吓到 他后来的日子里面 后几天 他就知道说 这个 这个 英雄是英雄 所以要 大会要结束的时候 他就特别拿了一件 他们一定要站在 队友 在穿 这个防护团队在穿 纪念T恤 给我们送给 他们的序 这就是 我这一段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在 其他队友受伤的时候 我们去帮他做检查 所以帮到他很高兴 那他送了衬衫 送了一个T恤 怎么办 赶快拿起 中华队的队灰 我们自己都会 出去都出队 都会发 徽章 发徽章做教育 送给他 所以你看 放在这里 放在身上 所以一个 这个算是拓展 国际友谊的机会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 运动选手 在 作为一个 对一的照顾生涯方式 机会遇过 一些选手 所以在他们受伤 之后的照顾 以及受伤之后的 这个训练 变成很重要 而且这些选手 他不是要回复到正常 像这些都是超人 超人 神力的超人 那他们受伤之后 变成 或者是变成病的 所以变成 他本来是 可能是10 可能是100 他受伤以后 他可能变成病 或者是负1 或者是负10 需要做的 不是让他回复到地 而已 要回复到原来 神力与超人的这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训练中 个人化的运动 出发就非常重要 等一下 会稍微介绍 个人化的运动出发 好 另外 还有就是在这个2020年 本来要举办 东京奥运 但是东京奥运 因为疫情完成取消 所以那个时候 就面临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2020年 通常是7月 8月9月 那个时候要做训练 我们很多选手 就是为了那个时间 要去得到最好的时间 所以他的体重 他的身体的状况 他都要在7、8、9月训练到最好 但是现在疫情一出来 马上严格扮演 怎么办 你选手不可能 维持自己的练功时间 扮演那么久 他可能就是为了那3个礼拜 2个礼拜 他把自己的身体状况 调到最好 那在那之后 你突然严了扮演 怎么办 训练强度不可能一直那么高 他体能会下降 这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 选手既然就是在最顶尖的这个 情形下面的时候 你们如何把它维持在最高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后来 我们的这个 训练的团队 朋友 到来办一个什么 模拟对抗赛 模拟对抗赛就是什么 还是保持 像真正比赛的样子 让选手 所以那个 我们是在11月的时候 我们已经办了 对抗赛 那这个模拟的强度要够 强度要够 所以变成说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对抗赛 第一个 我们在国训中心 花了很多时间 把这个训练场地 变成标准的比赛场地 让选手 身临情境的感觉之外 我们让选手 跟最强的人做对抗 但是你知道 比如说我们最强的 女生 桌球 羽球 或者是跆拳道 你找不到世界顶尖的 一样的选手 来跟他比赛 这时候怎么办 画性 画性 画性别是什么意思 女生最强的那几个选手 我们找什么 男生 来跟他做对抗 对抗比赛 那你说男生怎么样 我们找不同项目 比如说像 抗拳道 抗拳道 他们这个要反应的时候 要披脚 要初级的时候 你找不到 跟他一样强的选手 坏的选手 来看 这时候要找什么 找反应速度 等一下要跟他讲 你先看反应速度 提示人识一下 其中一下 来跟他做变抗 所以我们到时候是找什么 找拳击 拳击 拳击 拳击的 各位如果有机会练拳击的时候 你知道拳击这个运动 跟财拳道不太一样 因为他有距离 财拳道有距离 你在踢的时候 你还有反应的时间 但是拳击是什么 拳击是很近的时候出拳 大家如果有看过真正的拳击 或者是跟不训的选手 比较过 拳头到你眼前 你是打不到 打不到 那种感觉是非常靠近 拳击的这个观念 跟财拳道不一样 拳击是什么 你明明知道这个拳头 已经要打到你的 要控制自己身体的反应 去什么 你要闪躲 为什么 因为他拳出来的闪躲 他就把 你闪躲的扩站去攻击下去 所以 这个东西是什么 反应力 反应力 十一项指示人的其中 叫反应力 所以那时候 我们凯选跟这个 或者是角力的选手 跟 拳击的选手去做对抗的时候 他才知道 拳击是这么 很怕的运动 因为拳头已经到你眼睛了 眼睛不要闭起来 不要去闪躲 然后去革洞 滑去这个东西 所以那时候的对抗赛 对于我们这些选手 都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呢 2021年的东京奥运 历史上来最佳的成绩 不快是因为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们 那在之前的照顾的时候 有照顾过一些选手 比如说像投资类的 棒球 或者是拍类的 像网球 桌球 或者是 推拍类运动 像球 还有就是田径类的 这个今天 这一学期有请到这个李立嘉老师 然后来跟他上去训练 那还有就是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这个 体育署的长官 是教育部长 教育部体育署 是在教育部下面 所以 体育的这一个比赛赛事 教育部长 正在军场参加 去领队 那时候 比较常带我们出去 是曾志昂部长 曾志昂部长个子小小 讲话声音很大 所以遇到的时候 出那个运动的书的时候 他说 徐医师来 我一定要可以推荐 这样子 好 我们的运动选手 他在这个运动赛事上 感谢你 后来 也有人从政 像现在我们 桃园市的这个局长 就是以前我们 海权道文国手 丰家家 以前我们都 照顾着他 那这个是我们有一些 节目 都会讲过这个 好 好 现在我们在以前 疫情发生之前 我们在中国 在台湾 都有一些研讨会 我们这个影片 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 好 另外就是 学这个 其实除了帮助自己以外 有一些机会 我们 有机会可以帮助 以前带过我们 在这个 是好像我的 这个 老师 把这个 台湾见到的 这个 最高的 当成 林津老师 以前是见到选手 他这个年龄大之后 有一些这个 运动伤害的这个问题 那时候也是 有机会 这些手续 那 其实 选手 在照顾 的时候 这个跟运动一样 这是 很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是一辈子 那你看 像这个选手 是我们无数的选手 他在选手的阶段 需要运动的强度 训练的强度 是不一样的 到后来 结婚 生小孩 怀孕了 同事大运的时候 他已经是教练 这个选手 带着选手来训练 大的肚子来看 徐医师好久不见了 十年不见 我现在大肚子 我会被痛的手办 怀孕 孕婦女的下背后 没有运动 属于他们的健康 他们没有维持他健康 好 到后来 好 到去年 他是这个国家队的教练 到左翼去中心去看 徐医师好不见 要看到你 那这个阶段 他需要 不是选手 不是孕婦女 他是教练 他维持身体健康 不同的 运动的方式 可以跟他同 所以 这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即便是同一个人 你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需要的这个运动 是不一样 他是不一样 我们在未来的课程 也会跟我们讲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还有呢 就是除了不同的时间体外 还有就是像运动选手 在不同的疾病的情形下面 要怎么样 调整 他的运动出发 像这个 各位应该认识 前一阵子退休的 练勋 我们的网球连将 网球连科 所以你看 他以前 有一些时候 受伤了 被碰的时候 给他的运动建议 还有呢 休息的时候 比如说 他没有比赛的时候 没有比赛的时候 需要维持体能的运动 这种训练的方式 还有呢 在比赛的时候 比赛当下 需要的 这个运动的 这个强度的训练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学这个正确的观念之后 对于自己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不同的训练的方式 训练的方式 那接下来 就来讲一下 我们这个是 这个 等一下的课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今天只能讲到第一部分 第五部分 那一些 好 那我的这个课 那现在要不要休息 该不用了 那要上厕所 我自己去 因为时间比较长 把他直接讲下去 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几堂的这个课程 我们大概预计有这些时间 那给各位的这个总档案里面 我们应该有410页 410张的这个slide 那这个在一般的授课 其实大概需要花这个35个小时的时间 那不过因为这个 我们有给各位实作的课程 以及这个疫情的调整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只能浓缩再浓缩 所以我大概会用4分之1的时间 来给各位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可能要请各位要看这个参考书 以及讲密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过的 这个运动测试里面 我们通常会做哪一些 这是我们的学习地图 那当然这个东西 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 在运动参与前的健康预估 是包括哪一些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提示呢 来这个请大家也可以先记录一下 在47页我们的这6个问题 请大家先想一下 先想一下 先想一下 如果没有那个也可以把它拍起来 来拍起来 然后请大家回答一下 先在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回答一下自己的这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运动里面 最重要是看自己心脏血管的危险程度 那请大家先自己写起来 今天这个写起来 你觉得你觉得自己的心血管危险程度 在运动的时候是低中还是高 可以先不用跟我讲 大家先把它写起来 把自己处记起来 只要写一个字就可以 低中高 低中高 先写起来 先写起来 那请大家自己讲讲看 你认为自己是低的 请举手看看 你觉得自己是低中的呢 有一些人知道 剩下的每局都是觉得高吗 不是 没关系 这个等一下我会给各位一个 请大家评估的这个重点 请大家先写起来 等一下再来对照 对照 好 这个刚刚有请各位看过 就是我们期末考的这个 期末的这个报告 就是请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来写自己的这个情形 就是像各位如果在就业 或者是去报考的一些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被要求说来 请你做自我的简历 自我的介绍 自我的介绍 而这一份呢 就是各位的身体健康 运动健康的自我介绍 像大家写这个字件应该很清楚 你就说我某某某 我是18岁男性或女性 我是哪一个学校毕业 我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各位的这个 体势能的自建 就是请大家试着描述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 就像你描述你个人的状况 像我刚刚讲的 介绍你自己的状况 你会说我今年几岁 我是哪里人 家庭状况 我爸爸妈妈 我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有没有小孩 那我念什么学校 对不对 那我们体势能 你也可以写一个自我的语例 自我的语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体势能的领利 这个是一个 然后这个也是像男生的这个领利 这个你要怎么写 我想这个47 48 49 这三章 就请大家先看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给各位介绍的 还有我们这学期用的 就是美国运动医学会 运动医学会的标准教材 好的标准教材 好 那我们这个东西 其实经过浓缩 我还有帮各位加中文的解说上去 所以 基本上跟美国的标准教材 是一样 好 好 那这个东西 运动测试跟运动处方 刚刚前面有没有看过这个书 这个东西 其实是早在1975年 1975 距今接近50年的 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做运动医学的专家 他们整合起来 把这个东西做为一个指引 指引 那到今年 今年来讲已经出到第11版 第11版 那我会跟各位讲一些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 我会跟各位这个陆续去更新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以前旧的这些版本 这个是第10版 11版我放在前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是resource menu 资源手册 还有就是什么 DIM 这个简易版 那我们这学期 主要会以第10版 跟第9版的精华 保留给各位做介绍 那还有就是第11版 有一些改版的重点 改版的重点 那我们 陆陆续续 会跟各位去做助理 那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前期版 从这个 第10版 跟前期版有什么不同 各位如果以前有参与过 或者是以前我们一些 他是做这个健身方面的 这个 专业的同仁 他可能就会被 看过这个问卷 早期的问卷 我们抽奖这个叫下人版 下人版 为什么看了也会害怕 你看以前的 PRQ 这是我们自我批评的量量 你看一下他问的这个题 这6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前第6版到第9版是这样 花一分钟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医生 怎么样告诉我们 你有心脏病 而且 医师推荐的体能活动 才能参加 然后你运动的时候 会不会胸痛 然后上个月的时候 你是否这样子发生胸痛 或者是因为头晕 有跌倒 或者是昏倒 还有就是 有因为体能活动增加 造成股关节的疾病 或者是什么 你的血压跟心脏的问题 医生有给你抗药 不管是耳剂或骗剂 或者是你是否有一些 不能活动的原因 大家看完 请问你 我们请问大家 这个7个问题里面 全部都有的 请举手看看 有没有人 其中的问题 是yes的 这7体里面 只要有一体 你是yes的 同学请举手看看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如果在第9版以前 第9版 也就是2015年以前 这个自我评估量表 刚刚有举手的同学 在以前的定义 也是不能够运动的 不能够运动 所以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以前的条件 非常的严 非常的严 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我们根据前三年的一个 科学的这个专家会议里面 他们的结论是这样子 第一个 运动 对于大多数是安全的 而且让身体健康获益很大 而且呢 这些的心脏问题 还是有 但是呢 可以经由一些危险征兆 早期的危险征兆 还有就是什么 利大于弊兆 这个大家就知道 所以第10版以后 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严 就是鼓励大家去运动 大家去运动 所以呢 他除了想把这个问题改 你看这个2018年以后改的时候 他就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大家可以看 他主要观测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现在的运动状况 我们回去会给大家一个 这个功课 等一下功课 这功课呢 请大家记录一下 你礼拜一到礼拜天做哪一些活动 比如说有人说 我白天就是工作八个小时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着 然后回家呢 吃了一个小时的饭之后 会躺在 坐在沙发上 看三个小时的电视 或者是看书 然后之后呢 我就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 我会做 运动走路 跑步 可能多久 你把这一个礼拜的 发起来 记录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一个礼拜 你看你的运动的情况是多少 情况是多少 好 那刚刚说 运动情况是不是好跟不好 这个叫定性 对不对 但是我要请大家记录出来 要能够描述 定量 什么叫定量 比如说各位如果有在工作了 应该或者是有打工的经验 你就知道 我一个礼拜上班几个小时 我可以赚多少钱吗 对不对 多少钱 比如说1万块 2万块 还有同学说 老师 我老公就我钱 他都请我当部位 我一个月给我10万块 那我说这样也能力 上班的时间 一个月几小时 是赚10万块 这个是什么 金钱的单位 金钱的单位 但是我们运动 有没有运动的单位 有的 运动的单位 那像金钱 比如说我赚10万块 一个月 然后呢 每天花掉2000块 是我的最低消费 最低消费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 对 换到身体的运动 没有同样的概念 来去做 什么同样的概念 我们的运动 也有单位 比如说你赚钱 赚薪水 那单位是什么 新台币 美金 日币 对不对 这个是钱的单位 那你的运动 有没有单位 有的 等一下我会给各位介绍 这个叫什么 好 这里有两个字眼 我要请大家 观念 我们刚刚说过时间 金钱是什么 1块10块100块 是台币新台币日币美元 这个是钱的单位 时间的单位是什么 现在5分钟1秒钟 5秒钟1分钟1个小时 半天1天对不对 这个是时间的单位 那运动量有没有单位 有可能 这我们叫做代谢当量 Ecubility Equivalent of Task 你今天坐着也好 爬山也好 爬楼梯也好 甚至睡觉也好 都会有一个什么 都会有一个运动的单位 这个单位我们就称之为代谢当量 那代谢当量呢 是不是每个人 每个人比如说睡觉的时候 代谢当量 能量的耗损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的总量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体重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 所以运动的单位叫做MEP 把大家一起写起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周围说的 你一个月赚6万块赚8万块赚10万块 那赚这些钱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有基本消费 基本消费有什么 水电吗 还有什么 税金吗 还有什么 上网的可以用吗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就是大家要失败的这些钱 这个是什么 基本生活开销 那我们在运动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基本开销的观念 有的 比如说大家坐着 会不会消耗能量 会吗 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消耗能量 会吗 那这些东西 因着你的不同的状态下面 他都有一个基本的消费的单位 这个东西在运动来讲 称之为BMR Basic Venturator Rate 叫什么 基础代谢率 基础代谢率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 你要减重 减少热量摄取以外 可以什么 经由调整基础代谢率来改变 那怎么调整 未来的课程也会有 所以在运动里面 大家请记得这两个观念 第一个运动的强度的单位 叫做MET MET 至于MET怎么定义 等一下会讲 然后再来就是运动 不管怎么样 你做身体的活动 他都会有一个基础代谢率 DMR 这个观念请大家要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讲 美国运动医学会 GETB 我们叫Guidline for exercise 就是我说运动测试 跟运动触报这样缩写 就是请大家看看 用你的DMR 还有你的这个日常活动的时候 请记录一下你自己的 一个礼拜内的运动的情况 这样是不是更好 更好 比如说 我说你有没有在运动 有啊 这个是什么 定性的描述 有没有运动 有 有 有在做什么 有 你有没有在赚钱 有 对不对 这个叫定性 但是我如果说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这个是定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定量 运动也可以定量 我说你有没有在运动 有 那一个月的 你一个礼拜运动多少 接下来你总要有个沟通吗 我运动 一个礼拜 我运动多少代谢当量 多少代谢当量 这个就是一个运动的单位 这是现在的运动情况 这是我们改版 自我平衡的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 只要讲到心脏 2015年以前 医生只要看到你不行 就叫你们要运动 但是现在呢 可以运动 不是因为心脏病不见的 而是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 他有一些早期的征兆 早期的征兆 这个是疾病的征兆 那哪一些是疾病的征兆 我们等一下会跟我们讲 还有就是什么 标的强度 什么是标的强度 今天你赚了 比如说一个月6万块 那你说老师 我一个月赚6万块 那我想买一台60万的车子 请问你要工作多久 一个月赚6万块 我要买60万的车子 至少要赚10个月以上 对不对 因为你6万块不是只有拿来买车 你要吃饭 要房子 要开销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个要扣掉 那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会算标的强度 各位同学如果说老师 我想要参加三个月以后的台北XX马达松 那我可以教各位 我们的课程会教各位 你今天要参加全码 或者是半码 或者是四分之一码 以你的条件 以你的身体状况 你需要在这个运动当中 用掉多少代谢大量的这一个运动的单位 而你现在到那边 你需要训练多少运动 当量的这个程度出来 就像你要储存多久 可以买车一样的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标的强的 好 转过来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更新版的 的这个改写的重点 改写的重点 第一个 章节他改变很多 等一下我给各位介绍 还有就是运动前的风险删查 有更简便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新的观念 这个就是久坐动对健康的预判 就像我们讲的 同样有两组人 有一组人 他是一个礼拜运动 比如说30个代谢大量的运动 但是他是一次做30个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休息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每个礼拜一次都做实实 这样子 运动代谢大量的这个东西 那他的总运动量是一样 一个是连着运动 一个是分段运动 那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好 科学家有研究过 分段运动比较好 这告诉我们什么 同样的运动量的时候 你把它打断 把它分成小片小片少量多餐 对健康来讲是更好的 所以这就是教什么 大家更有效率 更好的让自己能够有健康的效率 那这个就是说久坐不动 那久坐不动 各位会觉得说 老师你说少量多餐 那可以 那请问少量多餐要多少量 每次运动至少要多久 至少要多久 就像各位 我们去KTV唱歌 去餐厅吃饭 他都会告诉你什么 低消 低消 最低消费 然后可以累计 运动也是一样 运动的这个时间 最低的时间是10分钟 10分钟 所以你说同样在做这运动 假设你做30分钟 那你说老师 我各位一次做1分钟 我分成30次 对不起是没有效率 因为它是没有累积效应 你最少的单位是什么 10分钟 最少单位10分钟 他才有累积的健康效应 这样子到吗 这等一下我会讲 好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 特殊疾病 跟这个的关系 在第11版里面 有明确跟各位讲到 健康的益处 健康的益处 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运动对健康有益 好 这个观念 这个定性的想法是对的 那我如果接下来问各位说 请问你 哪一些疾病 运动是对它有办法的 这叫定量 定量 acsm 美国运动医学会在11版里面 它有整理出来 有23种疾病 23种疾病 对于运动是有健康益出的 会给各位陆续去做介绍 那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大家都听说 运动能够预防癌症 大家有听过这个观念吗 有听过这句话吗 但是运动可以预防 或者是对癌症有帮忙 这个是观念跟定性 那如果我再问各位 请问各位 哪一些癌症运动对它是有帮忙 这个叫什么 定量的描述 所以在2017年的第10版 只有2.5种 2.5种就是两种加半种的癌症 是对运动有帮忙 运动有帮忙 但是在第11版 我们也可以跟各位在讲 第11版有5种癌症 有5种癌症 是运动证实对 这种5种癌症是有帮忙的 其他是没有 举例来讲 我们最常大家听到的 腺癌或者是乳癌 这个是运动是有帮忙 这有证据的 还有什么呢 大肠癌 老大肠癌是有帮忙的 这个是有证据的 还有什么 前列腺 摄护腺癌 这个是有帮助的 这是运动的帮助 我们说有5种 未来的证据会介绍 那你说白血病 血癌 或者是脑癌 运动有没有帮忙 对不起 现在证据 所以我们现在证据医学有到 11版 就是今年出来 有5种癌症 是有帮忙 健康益处 未来也会跟各位 把这个表给看 好 那再来 就是以前都认为脑部的健康 跟脑的相关疾患 大家常常听到的 阿兹海默症 自闭症 过动症 或者是有一些情绪的障碍 说忧郁症 比如说失眠 这些东西 运动有没有帮忙 观念是这样 现在的观念是有的 有帮忙 有帮忙 阿定性 大家知道有帮忙 定量怎么做 我们也会跟各位讲 这是第11版的改写的供 以前大家看中文版里面是没有这个章节 没有这个章节 但是最新的英文版 第11版 我会跟各位讲 所以自闭症 阿兹海默症 失智症 还有刚刚讲的 睡眠的障碍 情绪的问题 那这些脑健康跟脑相关疾患 是新版的来版重点 大家说 为了这个我去买11版 可以 可以看一些新的概念 但是大家说那12版 我是不是不要看 不对 12版是什么 应该是后年 明年后年会出 2024年会出 2024年会出 我们现在一些专家会已经在讲 更有一个新的观念 会出来在第12版 就是什么 大家常听到 藏新冠 感染新冠之后的情形 你怎么样去做运动 现在已经有一些证据出来 只是还没有 编到新版的教科学里面 好 那再来第11版 有所谓的这个HITP High Intensity Intermittent Training Intermittent Training 这个东西叫做高强度 间歇训练 HITP 应该有一些在做健身的同仁 或者是同学的印象 那HITP 是我们四种 间歇运动的这个程序之一 第11版 我们也会跟各位介绍 间歇性高强度的训练 是有帮忙的 现在已经有一些观念 新版有提到 那至于怎么做 怎么做 我们也在课程里面 也会跟各位去做补充 而这些是没有在 中文第10版的教科书里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一些旧的版本 给各位看 所以现在呢 第10版他很强调 我红色圈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 运动前 参与运动前的健康筛查是很重要的 这筛查有包括两种 一种是自筛 自己筛 不是自杀 自筛 自己筛 有一个量表 我们下一次会给各位 之前我会放在那个 BREAD CLASS上面给各位 去自我评估 来去勾选 自我的健康筛查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他杀 不是他杀 他杀 就是请老师 带着你们做自己身体的这个评估 所以你看这红色圈起来的 就是第一个 这个 运动参与前的健康筛查 第二个是什么 有慢性疾病 或者是其他健康状况的人的 运动处方 这个是新的 好 那再来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新版的 这个conversion guide 左边是第10版 右边是第11版 那就会告诉你说 他有一些修改的 比如说 现在一个很重要是什么 知情同意 你在做之前 有告知后同 然后在新版里面 他有讲到一些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这个 有一些疾病 比如说像 肌筋膜疼痛症 纤维疾痛症 这些疾病 好 那你如何去做运动测试 跟运动处方 好 这是新的 那还有就是什么 周边血管 以前的运动 大家说脑中风 可以复健 脊椎损伤 可以复健 但是呢 你如果是咖拔 周边血管的问题 现在我们也有新的运动处方 在新版第11版 中文第10版还没用 但是我们会给各位做补充 还有新的章节就是这个 刚刚说过脑部健康 以及脑相关的这个疾病 刚刚说过像自闭症 破洞 阿兹海默症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睡眠情绪的这些问题 脑部有关的 这是全新的一个章节 全新大概是在去年开始还去推 所以现在的观念正在改变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过 像自闭症 祸洞 或者是阿兹海默症 以前的观念都是什么 吃药 吃药 他吃到不行 他就做起来没办法 但是现在新的观念 我们其实可以做运动的介入 这个是新的 新的观念 好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里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们在体能活动 它的好处跟它的风险 跟它的风险 刚刚有跟各位讲到这些的定义 我们再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所谓的体能活动 或者是体力活动 我们称之为PA 请大家记得一下这个缩写PA PA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骨骼的肌肉 骨骼肌收缩的时候 产生身体动作 它会增加能量需求 超过休息安静的时候的能量消耗 这个称之为体能活动 体力活动 然后身体活动 这三个意思是一样 我们称之为PA 对不对 所以在座各位现在有没有PA 有吗 因为现在你是坐着写字 或者是看东西 这些身体都会消耗能量 这个就是有PA 身体活动 身体活动 那有时候老师我在睡觉 有没有身体活动 当然有 这个你只要活着 它就有能量消耗 这个称之为体能活动 体力活动 或者是同学 老师我想上厕所 走出去再回来 是不是有体能活动 这个是有体能活动的 这样知道吗 但是运动就不一样 运动是什么 运动的定义 它是某一种身体活动 它的活动呢 包括有计划性的 组织性的 反复性的身体活动 那这种运动 它可以什么 可以维持或促进 一种以上的体能要件 那这个观念就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说 运动跟活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 我穿一个图 各位看 我们的身体 小 都叫做 但是在职业里面 只有一个少部 称之为运动 它可能很大 可能会想当中 一个小区段 它叫做运动 那么就帮它从 从一些计划性 一些身体 它可以 可以改善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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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 所以身体 恐慌是怎么办 力道是怎么办 这些东西 在这个大臣 身体 它可以改善 或者是 什么 这个 实力 他们说 这个东西 在这里 走 这个地方 但是它不能叫运动 因为这个是体验 这也是体验 但是运动 是一种特殊性 这个体验可以增加 但是你做太多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让大家的身体 调整在这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可以造成 可以做蛮复 而是什么 可以改善 增强 那么大 所以这个 很大量 所以这个红色的范围里面 就是可以 改善 身体体势能的 身体活动 这样知道 所以这就是给各位观念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混淆 身体活动 等于运动吗 不等于运动 对不对 但是运动 是不是PA的一种 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 建立各家的观念 各位今天坐在这里 在写东西 在打字 或者是在走出去上车 是PA 对不对 同样 大家知道 是身体 但是是不是运动 不见的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因为我们说 要对你的体势能 要有办法 所以大家先有这个观念 那这个观念 大家说体势能 现在就渐渐进入这个 你常常看到fitness 你常常看到 中文 体势能 英文 fitness fitness 你不知道 是什么 那你今天 这个就是给各位一个观念 我说今天 我说这个某某同学 你好帅 你好漂亮 帅跟漂亮 这怎么定义 怎么定义 我说你眼睛很大 你的鼻子很挺 你的头发很长 你的嘴巴很小 你的皮肤很白 这是什么 定性跟定量 我们可以讲的更详细 今天也是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人看起来很健康 他怎么个健康法 看起来很阳光 怎么个阳光法 就是定性的描述 现在就是要讲定量的描述 我们就来讲 体势能 我说今天这个人很健康 他怎么很健康 因为他的体势能 很好 体势能 我说你今天这个同学 好像很有钱 我说你怎么 什么叫有钱 有钱的定义是什么 比普通人 一般人的平均 收入要高 算有钱 这是一个定义 所以我们体势能有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体能好 很健康 体势能这个观念要请大家知道 接下来就来讲体势能 什么是体势能 体势能我们在 在上面英文这里我给各位列了 三个版本的定义 就是第九版 第十版 第十版 那我把它整理成中文在下面 那整理在下面的时候 来给各位看 他跟活力 跟机敏 完成体能活动 跟日常生活的能力 不会引发 过度疲劳 而且什么 他有充足体能 享受休闲时间 应发 应付突发事件 而且 各要件之间 互相排斥 我看到这里同学已经在抓头发了 开始在突发 老师你 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中文 但是都在一起我听不懂 能不能请你讲中文 我说我现在讲的就是中文 怎么讲 活力跟机敏完成日常活动 跟体能工作 日常生活的 工作的能力 不会引发过度疲劳 有充足体能 享受休息时间 应付突发事件 各互相 各要件之间互相排斥 这个 讲中文听不懂我讲人话 大家听不懂 今天 我们给各位 做一个训练 不管今天这个训练是什么 比如我今天上完这个课 上完这个课之后 大家下午还要上课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上完这个早上12点以后 上完之后大家什么 趴在桌上 爬不起来 下午一直睡觉 都没有办法再上课 这是不是 过度疲劳 对不对 就是我今天给各位早上不管做什么事情 只要引发过度疲劳 这个就不是 好的体势 或者是什么 我给各位上完了 课 下午 大家还是可以上课 上课 但是呢 隔天的礼拜天 大家躺在床上 我早上一天吵到死 今天我只想睡觉 只想睡到自然醒 都不想起来活动 家里人说我们出去运动 出去吃饭 出去什么 我昨天真的 操了一天我太累了 这个就是什么 没有充足体能 享受你的休闲时间 这个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相近的名字 日本人叫什么 过劳 过度疲劳 这个东西就是 这种非提示人的 非好的提示人的地方 没有办法享受休闲时间 第三个 应付突发事件 什么是应变突发事件 大家做完运动 什么时候做潮跪逃平 做超过 很简单 比如说跑 半马 跑全马 很多人都是什么 跑完过终点怎么样 软甲 倒下来 趴在地上 起不然 软趴趴 跌倒 突发事件 所以我们常讲运动之后的突发事件 最常见就是什么 跌倒 比如说运动这个运动 不管是什么运动 运动完 跌倒 或者是在运动中跌倒 这个突发事件 要跌下去 没有办法 控制 这个是突发事件 可以做 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不好的 对你的提示的不好 这样知道吗 那跌倒大家说 大家的观念 跌倒跟什么有关系 跟平衡有关 跟激励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跟什么的激励有关系 跟脚 不是 还有什么 要跌倒的时候 大家没有跌倒的经验 跌倒 跌倒的时候 你要跌倒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工作 赶快扶住 所以这个时候 跌倒不是只有你下半身的位 跌倒什么 你要扶住的时候 你要维持平衡 有人说你看 这样就扶 跌倒之前 赶快再踩 跌持过来 赶快去做训练 所以你看我们在病房 跌倒人家 你知道大家 我们在物理 物件科的病房里面 病人跌倒 我们是要写异常报告 副理长男 副理照顾的主顾 副理师要写异常报告 一场报告是什么 训练下肢激励 如果我们 护理师写这样 医护报告 写这个报告 训练下肢激励 我打回去 请你再怎么写 为什么 没有讲到重点 训练激励 不够 还要训练什么 上肢 比如说我们在教运动 的时候 预防病人跌倒 除了训练下肢激励 很重要是什么 训练 敏捷性 训练反应 什么反应 很简单 抛球 左右抛 这是训练什么 你万一跌倒的时候 你这边有东西 这边有东西 赶快学一下 所以我们科学的证据 有发现 不是只有训练 脚的力量才能防止跌倒 手的训练反应也很重要 但是我这样讲 大家会不会觉得 老师你这样讲 我觉得还是很 这提示呢 我总不能每次都这样背 那很简单 我们再讲 这个 大家懂得知道了吧 这个我们提示呢 就包括 11项东西 所以以后大家讲到提示 请大家记得 就这11项 的内容 这个11项内容 应该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是什么 我们常说它是 加6 加6是11 为什么要写加6 因为5项 是健康相关 6项 是跟技能 技巧相关 比如说 健康相关 叫什么 第1个 我们叫 心 呼吸 耐力 以前叫做 心肺 耐力 但是现在我们不讲心肺 为什么 因为 呼吸 不是只有 肺脏 还有什么 身体的血管 皮肤这些都可以 产生呼吸的功用 所以我们现在叫 心 呼吸耐力 还有就是什么 身体的 组成 身体的组成 那我们常会说 你这个人 看起来很瘦 看起来很胖 瘦跟胖 是什么 定性的观念 定性的描述 但是我今天如果说 你这个人 体脂肪是多少 你这个人 身体质量 指数是多少 你这个人 你的这个 身体的组成 是如何 是不是我们叫做 病量的描述 所以我们常会有东西说 老师老师我好胖 我好胖 我这样子 我不吃东西 我想要减重 那我说来 请你算一下 算一下你的 身体组成 最简单就是什么 叫DMI 大家可以算算看 大家可以自己算算看 一个简单的算法 这可以把它写起来 写在这里 因为各位请莫报告都会讲到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遇到自己 老师我觉得我很胖 老师我觉得我很瘦 胖瘦不是你自己讲的 胖瘦是定性的讲法 那定量的讲法就是说 老师 我的身体质量指数 从怎么样 变成怎么样 来请大家算算看 身体质量指数是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你大概用一分钟算算看 体重呢 你用公斤 用公斤 身高呢 你用 几公尺 比如说你是160公分 就请你用1.6公尺的平方 BMI 来请大家算算看 体重 除以你身高的平方 请大家 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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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完了吗 算完了吗 算出来的数字是多少 大家都很客气 好 我这样问好了 那个 好 来请各位问 好 好 来请各位讲讲看 我不要问数字 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分4级 B级是 大于30 第2级是 25到30 那第3级是 18.5到25 那第4级是 这个 小于18.5 来 A级的请举手看看 B B C C D 没有 还没有人没举手 没举手是不会算还是怎么样 会吧 大家都会算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ranking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先写起来 写在你的笔记上面 你今天是 ABCD 好 ABCD 然后后面请你刮辅写上你自己的数字 你自己的数字 ABCD 就是在这里 刚刚我看我们大部分的同学 都是举在 C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各位的身体质量指数是什么 正常的 所以在座各位 休息的时候不要再跑来工作 老师我很胖 我想要减重 对不起 各位刚刚没有人在A的时候举手吗 如果你算起来是A没关系 可以偷偷来找我没关系 但是你看 我们这里在身体质量指数的 评估下面 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什么 正常的 但是你如果是在25到29之间 你是可能 在过重的这个范围 过重了 但是 先不要紧 不要说老师我看到我是29 找到我紧张 对不起 我们评估一个人 健康的程度面向有11个 对不对 这只是11个人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担心 所以请大家先写起来 你的BMI 是这样子 所以以后大家就有这个观念 你如果听到你的同学 听到你的朋友 听到你的家人 说我好胖 听说你有上 运动与保健 你来教我一下 你不要说我奖益拿给你要 你跟他说来 你身高给我 体重给我 一分钟 先告诉你 你有没有那个 你知道我们 我还记得我们以前 上课里面一个学姐坐在这边 第一排 每次他坐在前面 第一堂课他 老师我觉得我好胖 你能不能教我什么运动 我在那个爬山 我都觉得我还是很胖 我说质量指数你身上看 就算起来他是19 我一下 我说你自己算 你自己算一倍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做 他才知道 原来我自己的单线都是多余的 这个观念 就是请知道 在11项里面的提示 大家已经今天有第1项自己的资料 这是进一步了解自己 好不好 我们11分之1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身体组成 大家已经这个地方如何讲义 因为今天大家没有刻板来讲 先把这个圈起来 第1项就有了 好 那心呼吸耐力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 也会教大家怎么做评估 然后再来就是肌力 肌肉的力量 跟耐力 肌肉耐力 还有就是柔软度 柔软度 柔韧度 还有就是我们的 刚刚说的 敏捷性 协调性 平衡性 爆发力 或叫顺发力 还有反应时间 跟速度 那左边 这5个是跟健康 比较相关的 体势能 那右边 就是什么 跟技巧 比较有关的 体势能 所以刚刚 有没有 我们再回来看这定义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更清楚了 我们的体势能 就是什么 看左边的 是某一种程度的身体 而这个 运动呢 可以什么 可以 在 计划 组织 跟反复的训练当中 改善我们什么 改善我们的体势能 而改善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这11项的体势能 如果能够改善 或者是维持 这11项的体势能 它就是什么 就是运动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今天运动 各位不要说我要练 陈氏太极拳 孙氏太极拳 杨氏太极拳 不管怎么样 能够改善这11项的 身体活动 都叫做 好的 运动 好的 身体活动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样大家观念就会有 老师你会说 常会说老师 我到底是打拳呢 跑步呢 跳舞呢 游泳呢 哪一个比较好 我不能告诉你哪一个比较好 对每个人 好的不一样 只要能够改善这11个 体势能的条件 对你就是好 这样知道吗 所以 每个人 不同的训练的方法 这个体势能的观念 大家有了之后 接着会一步一步 导入 让各位 制作 或者是各位形成 你个人化的 运动规方 运动规方 这样知道吗 举例来讲 以身体主乱来讲 我们在座是没有大于30 没有大于30 如果有大于 我们之前也有 学长姐大于30 那要训练的时候 什么东西就会变成他的 训练的 要件 的前提 大于30 当然要先小于30 再处理其他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的什么 他要先 减重 那减重我们刚刚讲 运动加一样 他的东西的顺序就不一样 但是在各位 你们没有大于30的 你的训练可能就不一样 比如说 有的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 你可以从肌肉力量前训练 有的人是什么 心呼吸耐力不够 他有力量 但是做一做 走走運动的就赔不赚 会这样子 那我就先增加 心呼吸耐力 或者是什么 有的人他的 协调性不好 他去做运动 很容易就运动伤害 我们检查出来 原来他是 协调性不好 那就要训练协调性 但是有的人是什么 反应 比较慢 反应比较慢 我们可以做什么 反应时间的训练 所以这11种 我们都有训练的方式 每个人的条件 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来 给不同的人 不同的运动处方 这样了解吗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的呼吸 是什么呢 风气中的氧气 我们吸入了什么 经过换气 经过呼吸 吸入了 到肺部 肺部之后 这个氧气进入我们身体的循环 然后呢 派送到肌肉 肌肉里面的地线体 由这样子的顺序 都是呼吸 所以我们以前说 心肺呼吸 这个东西是 不完全的 所以我们现在叫 心 呼吸耐力 心呼吸耐力 包括 换气 包括呼吸 包括肺部 循环 然后包括什么 血管 然后包括肌肉 所以 这几个 都是 呼吸的过程 所以在这当中 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问题 你的这个 呼吸的功能 你的耐力 就会变差 举例来讲 以换气的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你有 气喘 如果你有 慢性 被阻塞疾病 甚至什么 脊椎侧弯 是不是会影响到 你的换气 你的呼吸 就不好 所以 像我们有的选手 训练以后 成绩出不来 上不去 遇到卡 就发现它是什么 脊椎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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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样 要给它处理 要给它处理 我们就要用其他的办法 让它脊椎侧弯 恢复了以后 它的 心呼吸耐力 就会上升 我举例来讲 刚刚给各位看的照片 当中 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 不是跟各位炫耀 而是这些都是实际的例子 我们当中 有一位 球 不能讲信息 他 那个顶尖的选手 在我们刚刚讲的照片 他就有什么 气喘 所以他在比赛的时候 打打打打打到后来 常常就是在关键 那一分钟就输掉 为什么 因为他有气喘 他有气喘 他到后来 他的心呼吸那里不行 到后来的 喘 表现就变差 所以后来我们怎么样 调整 给他调整 治疗他的气喘 那治疗他的气喘 大家知道治疗气喘 我们都用什么 类固醇 但类固醇不好 为什么 第一个他是禁药 比赛当中不能用 要用要写证明书 气喘 第二个呢 类固醇用多会怎么样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所以他就不能够用 所以我们医疗团队后来讨论之后 决定给他用最新的气喘的治疗 就是一种免疫控制的这个药物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必须注明 他是因为气喘的人用这个最好的药物 所以用下去之后呢 他的成绩就起来了 后来就拿到 很多 顶尖的金牌 这不能透露选手的消息 但是我可以跟我讲 刚刚我们那些照片里有一位选手 他的心呼吸耐力就是什么 经由调整他的脊椎侧弯 还有 另外一位是调整 治疗他的气喘 让他换气变老之后 他的心呼吸耐力就增加了 这是第一个 好吧 那第二个 以呼吸换气之后 会到哪里 心脏 肺部肺循环交换 然后再从心脏打出去 我们有遇过 有一些病人 有一些选手 他因为心脏的问题 他因为 缺血的问题 缺血的问题 而造成他的 心呼吸耐力不好 心呼吸耐力好 举例说明 像各位的学长姐 以前就有一位 身体看起来都很健康 瘦瘦的 讲话声音很有力 但是我们请他自我健康塞查的时候 他发现 他之前 有开过 心导管 血管有塞住 所以我们在给他的训练的时候 他的训练的强度 就跟别人 不能一样 要稍微比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血管 三条里面塞到一条 所以他的心脏 没有办法 负荷到那么强 所谓的负荷那么强 什么叫做负荷很强 心脏 负荷什么时候会比较大 心跳快是慢的时候 心跳快的时候 会变得负荷大 所以那一位你们的学长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训练做什么运动都可以 但是你的心跳 不要超过 你的最大值 的百分之多少 大家可以算一下 自己心跳的 最大值 来算一下 好 好 好 来 大家请你花一些时间 一分钟时间算第二个体势能的指数 我们来先算你的最大心跳 最大心跳是多少 最大心跳的算法 大家先记这个算法 就是220减掉你的年龄 这个是你的最大心跳 最大心跳 大家先写起来 先算起来自己的最大心跳 来 请大家写一个范围 就是你算出你的最大心跳 就是220减掉你的年龄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请你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把它乘以55% 跟65% 这个东西请大家算一下 算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最适合你运动的心跳的强度 我们称之为中强度 中强度 这样知道吗 好 来 大家可以算算看 好的 你还给你 坚勁 感谢观看 应该自己有一个这个数字 请你把它写起来 写起来 在旁边请你写上三个字 叫中强度 中间的强 强就是强弱的强 中强度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各位的年龄都不一样 对不对 年龄都不一样的时候 你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跳会达到一个范围 而这个范围对你来讲就是中强度 我们利用最大心率的算法 假设各位是20岁 那200减20是多少 就是200 220减20就是200 那我们刚刚说的 等一下会讲到的 所谓的中强度 对你健康最有益处的这个强度 叫中强度 中强度通常是55到65的最大心率 最大心率的55到65 所以各位 你看到 各位的自己的数字 你先保留 这是你的个人秘密 这个奇获报告可以呈现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是220减标20岁 数是200 200的时候 你会看到 乘以55是100 所以65是100以上 有没有发现一个数字 110到130 我们刚刚讲过 国健署建议的健康运动原则 一周三次一次30分钟 最大心跳130次 就是这样的 130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建议是什么 国健署只告诉你333 是健康运动原则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 他言外之音是什么 这个算法 这个公式是对几岁的人 20岁的人 20岁的人 这样知道吗 你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算出来 130是这样子 就是最大心跳 220减到你的年龄 再乘以55到65 这个叫中强度运动 算出来之后就是什么 今天我不管各位的 运动的是什么内容 只要你做的这个运动 可以让你在运动当中的心跳 在110到130 或者是各位自己写的数字的时候 那这个运动对你来讲就是中强度 对你来讲就是好的 这样知道吗 今天你要跑步 你要游泳 你要爬楼梯 你要做什么 打扫架都可以 只要你做的这个运动 有在这个范围里面 就叫做中强度的运动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这个时候我们再衍生几个想法 今天你会说老师我今天去跳舞 跳舞 我跳了30分钟 我有流汗 这个运动对我好不好 我说来请你算算看 你只要什么 这30分钟里面 你去做你的心跳监测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30分钟之内的数据 如果这30分钟之内的数据 假设有20分钟在里面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你这20分钟是中强度运动 这个对你就是好 但是有人会说老师我平常在跑步 我每天都有跑步30分钟的习惯 但是为什么我身体 我感觉还是我的体质能不好 大家可以算看看用心跳监测看看 有可能是什么 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没有达到这个强度 你可能跑起来你都是一百零几而已 表示这个运动对你来讲强度不够 没有训练效果 或者是什么 你跑一跑以后 奇怪 你看别人在跑就没事 为什么跑这个30分钟穿到被细 也许你跑的时候你的心跳什么 马上就超过130 对你来讲是有害的 所以大家在看运动的时候 不要看说 看别人跑步我也跑步 看别人30分钟我也30分钟 刚刚讲过什么 笔之蜜塔火之毒药 对不对 你同样的时间去运动 同样的做这个同样的事情 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是不好 怎么监测 就是看这个最大心率的百分比 如果你这些运动在做的当中 你的心跳都是维持在你手写的这个范围里面 对你来讲就是好的 也许你跑慢一点 也许你跑慢 少一点时间 没关系 只要这个东西有 对你就是好的 但是超出了 对你可能就不好 这样知道吗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观念 好 请大家记得 这个就是心跳强度 心跳强度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东西 心呼吸耐力的自我监测的方 这样知道吗 好 这个就是怎么样 11个里面我们讲第一个了 大家算了第二个 对不对 你已经有一些对自己身体有一些 基本的认识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中文版的定义 我们刚刚讲体势能 什么是健康体势能 就是心血管耐力 你看有没有 旧版还叫心血管耐力 到第10版11版 叫心呼吸耐力 呼吸耐力 就是维持体能活动中 循环跟呼吸系统供养的能力 供养的能力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 每一个字你都认得 但是呢 合起来你就听不懂 有没有 维持体力活动中 循环跟呼吸系统供养 好像很抽象 但是我只要告诉各位 这个是什么 刚刚各位自己写一个数字 对不对 110到130 这个对你就是很好的 健康的 心呼吸耐力的运动 有没有 换成数字 你是不是更容易懂的 这句话我们中文是叫 持续体力活动中 循环呼吸系统供养能力 我今天不管你这么多 反正你调整完 你做这个运动 你的心跳只要110到130 各位自己是没有选一个数字 也许是120到170 我不知道 算起来你只要在这个范围 不管你做什么运动 就是什么 健康的心呼吸耐力运动 对你而言 这样知道吗 可以吗 可以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你看 身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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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脂肪 和其他身体重要器官的相对能量 是不是每一个字都中文 看起来好像觉得很抽象 这个时候我们请大家 从中文换成人话 换成人话就是什么 大家是不是写第一个数字 你算起来你是ABCD哪一几 你是小于30呢 25到30呢 19到25 也是19以下 有没有 你是不是有自己一个数字 所以今天你这个身体组成 好不好 你不要管说什么肌肉脂肪 的这个相对 你不要讲那么多 你只要在后面写进你的数字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 过瘦 正常 过重 或者是肥胖 对不对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今天大家 在讲的时候 可以定性描述自己 不要这样一直说老师老师 我很胖 对不起 在身体组成的定义上面 你可能不是胖的 至少我们班没有 没有肥胖的 我们班最多只有过重 对不对 你今天就可以这样讲 或者说我就是根据定义 我就是正常的 或者是甚至我就是过轻 或者是过瘦 这样知道吗 这个是身体组成 然后再来就是肌力 肌肉产生的力量 这听起来好像比较容易简单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评估的方法 是我们下一次 会拿实做的东西来给各位试 我们有一个这个握力器 给各位握握看 左手的力量多少 右手的力量多少 然后女生的话大概是20 20kg 男生的话可以到26 我们有一个正常的表 来去对照 你在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的时候 你的握力应该是多少 这个就是肌力 正常的值 下次也会请大家来测试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耐力 耐力就是产生运动 不知发生疲劳的人 等一下我会给各位讲 还有就是柔软度 关节的活动 我们等一下会有给各位看 然后再来就是包括敏捷 迅速改变或者是快速准确改变身体 空间位置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什么 给你一个任务 比如说跌倒就像 你这样讲踩这里 但是你踩开后 后到 所以就挡下去 踩开前面 或者是什么 踩下去 你要花几秒钟 才能回复你的这个 身体的姿势 这个就是所谓的敏捷性 敏捷性 协调性也是一样 你看中文每一个字都一样 但是你看不懂 运用感觉 知觉 听觉 协调身体完成流畅准确的动作 是不是很抽象 我们在实际做什么 拋拳 刚刚有各位讲拋拳 拋拳是什么 1.5公尺的墙壁 丢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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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里面看你能做几次 没有正常值 你如果可以做到就是协调性 这样知道吗 再来是平衡 静止或运动当中 保持平衡的能力 等一下我们各位讲 站平衡感 或者是闭眼 站眼的时候 做这个训练 看你能够维持几秒钟 请你闭眼单脚站 或站几秒钟 这是平衡的好能力 然后再来 顺发力 完成工作的能力或效力 是不是听起来很抽象 这个东西我们在做是做什么 立定跳高 大家打篮球就知道 立定跳高 看你可以跳多少的高度 爆发力 顺发力 反应时间 受到刺激 开始反应的时间 我们等一下也会跟 也会教各位测试 会先各位讲给你 有什么 放一个尺 反应时间太慢 接不住 这个东西就是太慢 但是你下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尺 就是把这个尺放下 看你在几秒钟的时候接住 看那个量的那个距离 我们叫做反应时间 等一下会有 可以看 然后再来就是speed 短时间运动的能力 什么是短时间运动的能力 像体能 在短跑的时候 测你5秒钟 你可以跑 这个是运动的能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英文版的 这我就跳过去 不要跟各位多讲 再来就是我们的 activity pyramid 身体活动的金字塔 金字塔我们去看什么 你如果说整天 一个礼拜都是什么 cut down 就是说什么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或者是坐在椅子上玩电脑 或者是坐在一个地方 超过30分钟 这个现在有一个讲法 叫什么couch potato 沙发马铃薯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cut down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做什么 2 to 3 times 什么意思 一个礼拜如果做2到3次 你有做一些活动 比如说打高呼 保龄球 累球 或者是圆域 这些东西 还有做一些瑜伽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称为好一点的consistent 但是你如果再做一点 多一点的 有做有氧的运动 一个礼拜三到五次 这就是更好 比如说你运动 有一些强度更高的sucker hiking 足球 那个健行 棒球 网球 这些东西 他会更好一些 那最好每天做的时候 可以做 那你可以想 骑脚踏车 这个东西强度比较高 但是你如果每天做 可能不需要这么强 这时候你又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六口 或者是什么 走远一点 这些东西你强度不用那么高 但是呢 他的每天做的效益会更好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 Activity Pyramid 你可以根据你的 这个活动 根据你的这个时间 来去调配 你自己运动的这个形式 包括强度 包括时间 强度 我们刚要跟各位讲 要什么 最大心率的百分比 大家已经有行的数字 请记得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 身体的体势呢 有11个项目 11个项目 我们这次 赶快来跟各位介绍 11个项目 11个项目 这就是上面五个 下面六个 第一个 心呼吸 你看旧版的 还是写Cardiovascula 心血管 势能 所以各位看这个书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刚刚说都是中文 每一个字都是英文 你都认得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意义 因为你要知道定义 所以你看在2017年以前 看2017年以前的书 不管中文英文 它都会讲叫什么 心血管势能 叫Cardiovascula fitness 但是2017年之后的新书 你就知道它叫什么 心呼吸势能 就是Cardio respiratory fitness 所以这两个在观念上是相同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矫正之前 刚刚说过 你要改善呼吸功能 要处理它的气喘 要处理它的脊椎侧弯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血管的问题也要处理 这个就是心呼吸势能 然后刚刚各位做的心跳 这是一个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做 通常有几个做法 第一个我们叫Cooper Cooper Run 我们简称叫Cooper Run 但是它这个全名叫做Cooper's 12 Minute Run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在400公尺的 这一个东西 请你跑12分钟 12分钟 12分钟的时候 请你量测 跑完之后 可以跑几公尺 你看到有没有 男生跟女生 30岁以下 我给各位列出来 如果你能够 好 男生2700公尺以上 算Excellent 2300到2000其实个人 比较差一点就是小1000 所以这个通常是12分钟 但是12分钟 在这里可能不太适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超过400公尺 而且大家跑下来 就是什么 通常测完以后 后面就没有办法停课 没有办法停课 就是我们不符合健康提示的 有没有 做完之后你会疲劳 你会没有办法完成 接下来日常生活工作 所以我们用这个 这个东西是 大家如果有 经过训练之后 我们再来做 我们会做这个 这是CooperCast的那个 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年龄 男生女生去看 你的这个等级在哪里 但这个东西 因为我讲过 各位校友上课 然后再加上 还没有经过训练 这个东西 强度是高一点 那我们要做的是这个 CooperCast 另外一个就是做那个 叫BleepCast BleepCast 中文叫做响铃测试 这听起来很复杂 大家听过一个字叫什么 折返跑 定点折返跑 折返跑的时候 就是听到声响 去做折返 然后到疲劳的时候 就停下来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影片 没有什么 BleepCast 对啊 跑完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 好 比如说你是男生 女生 他就可以分 你看都一生 这个叫Level1 Level2 Level3 他会一直增加 来回跑的这个东西 你如果在这个 跑到 你受不了停下来之前 你可以跑13回 13 13 Level3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的不行的 他就是变得比较差 这个叫BleepCast 这样子到折返跑 响声折返跑 定点折返跑 这个东西 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测试 这个也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测试的方法 那但是这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 很多人在一起跑 大家会看说我输人不输人 我要自己拼 在跑的时候 有时候有的人会overload 会overload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留到后面 未来各位有进阶的时候在做训练 而我们给各位做的是这个 这个叫6分钟行走测试 给各位看 那在这个东西以前 南华跟南台的学生 是到我们长庚医院 直接在那个跑步机上面 给各位做测试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跟课程浓缩 所以我们会请那个关老师 好来这边带各位 做这个6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 6分钟是怎么做的 在做的时候你看我们会有血氧 跟心欲的监测 在做的时候你看会带这样子 然后请你开始走 那以前在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 在机器上面有更多的数字 但是因为这个是简化板 所以各位 关老师在给各位做的时候 他会量血氧 量血氧跟量你的血氧 血氧气 在做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你在这个6分钟的行走当中 这个血氧的浓度要变小 你的这个心率有没有变小 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场 会跟各位来个人一个人做分析 一个人做分析 那这个东西呢 以前是跑步机跑6分钟 但是现在在我们这边 通常你们上学长节 好像在这边 跟那边跑去跑 哪一回跑这样跑 6分钟 然后看有没有不舒服的 或者是疲惹的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 那这个就记录起来 那我们在医院的话就是这样子 直接记录 会出那个电脑报表处 但是在这边的话 可能要请同学 一个跑另外一个帮忙记录 帮忙记录 那这个6分钟行走测试 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正常值 那你知道你像美国人 他们就不喜欢算公式 算公式 你看他就可以列出来 20 25 30 30 然后全部 然后再看男生女生 然后这样子算 你是在几个标准查的 但是这个台湾人都看不习惯 比如说礼拜几 几月几号礼拜几 大家会想一下 看一下手表 但是什么 他们一定是拿一本农民地 拿起来翻 我们这边叫农民地 他们那边叫耕种 耕种力 不要觉得美国人没有 美国人也有农民地 ok 那接下来 这个台湾人就比较会算 都会喜欢什么 公式 一姐用公式去算 来 请大家算一下 算一下 我们花2分钟的时间 算一下 就是 男生用上面这个公式 女生用下面这个公式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男生 6分钟 行走的距离 就是7.57乘以你的身高 但这里的身高要用公分 公分 然后再来5.02乘以你的年龄 年龄要用几岁 然后再来 减掉1.76乘以你的体重 体重 再减掉309 所以这个请男生算看看 女生是下面 女生是下面 这个2.11乘以身高 公分身高 然后减掉2.29乘以 体重用公斤 然后再乘以 减掉5.78乘以年龄 再加66起 来 请大家算一下 算一下自己的数字 自己的数字 可以用2分钟给大家算一下 可以用2分钟给大家看 通知 2分钟 我们能够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之后这个数字请你把它圈起来 OK 好 那大家应该 有算出自己的数字了 对不对 那请大家写起来 通常男生女生 男生大概600到700多之间 600多700多 女生的话大概应该是400到500多 对不对 女生应该是500多 男生应该是600多 好 都算好了 来 请大家自己那个数字 写起来之后在旁边写一个 心呼吸耐力 心呼吸耐力 这个东西未来各位的期末报告会很重要 形成这个 现在就是什么 你现在的心呼吸耐力 心呼吸耐力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正常 现在的状况不是正常 现在的心呼吸耐力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好 那记起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会影响他的这个质 什么会影响他的质 应该这个心呼吸耐力最好 越来越好是比较好的嘛 对不对 所以跟什么有关 跟什么有关 跟你的身高是不是有正相关 越高是不是你的数字会越高 好 这第一个嘛 那跟什么会有相关 跟年龄 你年纪越大 是不是走的6分钟的 心呼吸耐力的距离 会变得比较少 对不对 合理嘛 为什么 你年龄越大 当然心呼吸耐力会变低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的体重 体重跟体重是不是也有不相关 你体重越多 是不是你的这个6分钟走的距离越短 对不对 好 这样大家知道吗 好 所以大家你可以画一下 画一下 画什么 好 那大家请自己 这回去再画就好了 先给各位一个概念 大家如果有看股票 玩股票股市 我们都有正常的发展 对不对 股市分析图 那什么时候是股市变不好 就是它的平均线让漫变低叫不好 那什么叫股市变好 就是它比平均线越来越好 这个叫变好 对不对 所以各位可以预估自己 1年 5年 10年内的 正常的心呼吸耐力 应该是多少 所以这个东西给各位 你可以半年 1年 2年 3年 你都可以测 可以测 你可以画一个什么 先大家画一个图 在你体重不变的时候 在年龄增加的时候 身高不变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曲线 什么曲线 要一年也好 2年 3年 就是在这个 期间 1年 2年 3年 是不是可以用那个6年导演 算出来 在1年的时候 2年的时候 3年的时候 正常的下降曲线 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刚刚那个公式 你今天是20岁的时候 是一个数字吗 你是不是可以算出你21岁的时候的 数字是怎么样 22岁的数字是怎么样 30 30岁的数字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 1年后的 6月1.0 2年后的 3年后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 而这个曲线是什么 是你可以 预测的 正常的情形 但是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一年后 比如说明年 大家二年级的时候 你再来 如果 在楼上上课 遇到我 老师我来 我来你当场跑一下看看 你会得到一个曲线 那我们就知道你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做了这一年之后 很难是在第0年之后 你一起是这样 如果你第1年 做起来 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心呼吸耐力是有 不管你做了什么是有改善 可能是减重 可能是有训练 可能是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你如果这个图在红色的上面 是不是表示你的心呼吸耐力是 比你自己好 所以我们说好 我的身体状况好 不要跟别人跟自己比 这样知道吗 那你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你就知道 你不管做了什么事情 黑色的 如果是走黑色这条线 心呼吸耐力是变差的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 所以我们在常常在追踪病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半年一年叫他回来追踪一次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算出他的心呼吸耐力 他是往下走 还是往上走 如果说 是在这个 算出来都是在 红线的附近 红线的附近 没有差很多 这表示什么 这个是自然的老化 刚刚讲过 有没有 这个叫做亚健康状态 但是呢 你如果 凉起来他是在黑色的 就知道他一定伤心勾出来 一定是什么东西有问题 他的心呼吸耐力下降 我们就要去找原因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运动测试 不是只有 当下看 你还可以什么 长期的预测 你可以预测自己什么 一年以后你应该是在 几公尺 但是你行种能力 心呼吸耐力有下降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不对 我要来找原因 这样知道吗 这样可以 所以我们在国训中心 或者在我们 富健科 运动医学里面 我们都会给你测 给你画一个 5年 或者是3年内 你的正常的红色的图 然后怎么样 定点时间回来给你测 看你是 中间有掉下来 还是往上走 那这段期间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分析 我们就可以知道原因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看我们像以前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一些选手 不是他自己讲 我们那个选手就是 刚给各位看图里面有一个选手 他国小就开始测 他测的时候他会奇怪 他打最近就是前阵子 他打一打他觉得奇怪 每次成绩都拿第二名 都拿不到第一名 他觉得这个 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也还好 他觉得也还好 是不是心理的问题 我去给他分析错 你不是心理的问题 你的心肤心耐力有下降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他算的时候 这位选手 他在国小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老公应该是怎么办 但他本来一直都在 在上面 他运动选手 但是在他觉得状况比较好 不是 在这个地方他会比较小 算比较小 突然掉下来 掉下来他虽然我们刚刚讲红色是正常的 他上面是超人 神力米超人 他就是做蓝色 我们就给他酸了一两点 说他突然就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他东西 他爸爸 他团队也都说他这已经比较大了 要磕大了 我们这边不是 他不是心理压力 他什么 心肤心耐力下降 他本来是 超出正常标准 大概是20%到25% 但是我们给他量 他那几年只有超出5% 相对来讲是不好 心肤心耐力 我们再去抓 再去抓 才抓到说 他在呼吸的当中哪一个出问题 就是换气的时候就有问题 我们给他测 测出来 原来才知道 气喘 他爸爸说气喘一个疫情的 祖瑟兰的气喘 贵命 后来发现不对 这个东西我们后来给他测 心脏的功能 测血管的功能 测肌肉的功能都是ok 只有 呼吸的内快出问题 所以就什么 针对呼吸气喘不做 那之前他都说 他都从小就有在喷药 他喷了的也看起来都不错 会不会是心理的关系 说不是 他就是这个药对他来讲不够好 所以我们要给他换 所以给他换药 一个月十几万 那时候长根团队介入 坚持说你这个你不要再用吸 他说以前吸都很好 没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说 给你换药以后你会更好 换药以后果然他就恢复到 超出正常值的25%到30% 所以这就是我们分析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6分钟 就是个人的 心呼吸耐力的分析 我们在第4堂课 第4次上课的时候会请关老师 每一位 给各位做 每一位给各位做 做一次标准以后 你知道怎么做 以后你都可以自己去监测 然后自己可以花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的这个图 你就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变差 是不是有改善 这个都可以知道 这样了解 这个就是什么 大家请写那个数字在旁边 心呼吸耐力 好不好 先写起来 这个是我们 6分钟 行走测试的这个 量法 接下来 就是算这个 身体的组成 身体组成 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等一下就给大家 休息一下 消化一下 那通常我们有 以前有几个讲话 最早是分 体型 体型 大家以前如果有听过的话 应该我们叫什么 内胚层 中胚层 外胚层 这个是 Ectomorph Mesomorph 跟Andomorph 你可以看到 这种体态 还是有不一样 你看像这种 它是属于Ectomorph 外胚层 体层 外胚层体型 这个是Mesomorph 中胚层 体型 这是Andomorph 这是内胚层的体型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体型是不一样 我们最早 是用这样子来做区分 好 那再来 我们会用所谓的 体脂肪 体脂率 来去做区分 这个呢 通常是用什么 土去对照 这我跟各位讲 美国人最喜欢这样 哪一个土去对照 看你是哪一个 看你是哪一个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人 从左边 到右边 这个体态 有什么不一样 说 这个很瘦 这个也很瘦 这个也很瘦 但是你讲的不太出来 到底是怎么的瘦法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你说 这个 刚好 这个 也刚好 这个好像有点瘦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是定性的描述 不准确 我们会用什么 定量的方式 给各位做 描述 比如说 体脂率 大家有一点概念 就是说 这个东西 20 20出头 20到24是多少 或者是 10几是多少 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会用体脂率 来去描述 那男生也是一样 男生你看 哪一个 比较好 我们这个体脂率 所以 这个以前有做过研究 你说 男生跟女生 还是不太一样 你说 看起来 或者是感觉 比肯 提示人健康 女生是在这边 但是男生 会是在这边 会要求会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体感 女生的体脂率 会来人高一点 会来人高一点 有没有看到 看起来比较模特的 他们都喜欢用这个 跟这个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体脂率 还是有不一样 好 那这个体脂率呢 我们怎么样去量测 量测 量测大家当然都说 这简单嘛 我去那个 健身房 他都会 健身的那个俱乐部 他都会给你量一个inbody 设你那个东西 然后测完以后就说 这个某某先生 某某小姐 你的体脂率是多少 然后这个是1500块的 收据 请你拿完到贵台去缴费 对不对 你去量都是这样 现在竞争一点是收1200块 那我们会跟各位讲怎么样 省下这笔钱 平常你想测就测 为什么 因为他测的时候 他是叫你站上一个机器 给你扫描一下 然后应用一张表 就告诉你说 你的体脂率是多少 会服气吗 会吗 你会觉得说你这个就是 下一个出来搞不好也是一样数字 你怎么知道 就会教各位怎么去量体脂率 所以下一堂课 我会发给各位 两个同学一组 我会两位同学一个 那个 体脂器 请你们自己测量 所以下一次 请大家就是也是着轻便的衣服 我会教各位 自己量 互相测量 两个人一支 两个人一支我会发 然后请大家测量 我们会用这一支 这一支就是F3000 Finance3000 来去做 来去做 那怎么做呢 我们会量测 身体的这7个地方 这7个地方 包括 这个 这个前背 或者是后背 还有上臂 还有肚子 还有大腿 测这7个点 那这个怎么测 到时候实做的时候 我会给各位 下一次 下一次 会给各位测试 就是我们把皮肤捞起来 捞起来什么 你可以捏到那个脂肪子 捏到脂肪子 我们去量它的这个厚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量法 量了厚度的时候 那也会说 老师我夹紧一点 跟夹松一点 不一样 对不起 我们这个东西 它有固定的压力 你在压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地方 压这个地方 它这个指标 对在这里的时候 那个正确的这个压力 就是比较皮质的这个压力 我们这个都有标准 现在有一些是电子式的 电子式的话 它的那个 连理是一样 所以我们用这种最标准的这个方法 请大家 下次我们来实作 刚刚还有讲过 身体质量指数 刚刚各位算过了 对不对 就是BMI BMI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可以量你的 那个腰围 腰围 男生 女生都是这样子 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 下次我们来交代来测量 那皮质的这个量侧 通常有这七个地方 七个地方 包括肚子 肚脐右侧 三头肌 后面 二头肌 前面 还有 大胸肌 胸大肌 小腿的内侧 翼中线就是在这里 翼下的中间 肩脚 还有克上前脊 这是我们穿孔的 扣头 这个前面 还有大头 这个量侧 七个点 那这个 大家这个公式也先记一下 先记起来 到时候这一章 实在的 那个请大家在换算自己的身体密度的时候 那可以请大家记录自己的状态 比如说你算出来的人体 男生 你是用三点法 还是七点法 三点法有两种选择 七点法一个选择 就全量 那量的时候就是靠这公式下去算 这样知道 所以请大家写起来的时候 未来写这个 报告说你要写 我是男生 我是女生 那我使用的是哪 一个三点法 比如说你看 男生胸腹大腿 男生胸腹大腿有没有 他是胸三头肌 肩甲笑 你可以量测这两种 那女生你可以看到 七点法当然不用讲 三点法 有两种 第一个三头肌 这里 克上前脊 这里 还有什么 两大腿 好 另外一根什么 三头肌 克前上脊 这里 还有什么 肚子 为什么女生要不一样 跟男生 为什么 因为女生有的会怀孕 怀孕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量腹部 所以这时候你就敢用大腿 我们真还有遇过 各位的 前两届跟前三届 都有 你们的学姐 来的时候就怀孕 上第一堂课 他就下课 他就怀孕 老师 现在大肚子 我可能没有办法量体脂吧 我说不对 来你看一下 你的三点法 你可以用哪一个 他说用这一个 你们最上面的 在上面的学员 他是跑来跟我说 老师我怀孕的时候 我会变胖 我说你量量看 你生完你再量量看 他说老师 我还不知道我生怀孕的时候 体脂率比生产完还要低 他还说 我说你现在知道 你用什么 三点法 是什么 三头肌 前克上肌 大肌 就不要两腹部 这样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 他都有考虑 大家可以算出来 算出来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得到一个词 是你的身体的密度 身体的密度 那身体的密度之后 我们怎么样 换算成那个 这是英文 英文一样 这是第10版才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也请大家记一下 就是 换算 体脂率 的时候 你算出你的人体密度的时候 你算出自己的密度 你就是4.95除以密度 再减掉4.5乘100 就会换算出体脂率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模型 跟刚刚身体质量指数 来比 这个又更精准 更精准 为什么 因为这是量你身体的这个组成 身体的组成 为什么这样讲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讲 人体的这个 有三种 这个 我们刚刚讲身体质量指数 是什么 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对不对 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哪一些人会比较吃亏 这三种哪一个比较吃亏 如果量量VMI的时候 VMI量起来比较大 的时候 哪一些人比较吃亏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差掉了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如果你身高越多 体重除起来的VMI 甚至变得比较低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 哪一些人 因为这个 Ectomorph的人 有时候就会误判 这些人 有可能误判 为什么 因为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这种人量起来 VMI会比 实际状况要来的低 而Ectomorph 内胚层体型的人 他量起来 因为他身高比较小 身高比较小 所以他量起来为什么 比预测值要来的大 来的大 所以这个算法就是什么 有一些特别的 像我们当中同学 我看起来有几位 比较知名 有的是Ectomorph 就是属于这种 高兽型 你的VMI 可能会误估 那还有一些同学我看到 他是Ectomorph 内胚层体型 你的VMI 也会告诉你不正确的讯息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 要用这个东西 三点法 或七点法 这个就最准确 不管你是属于高兽型的 还是属于矮状型的 你这量出来的东西 你的体脂率 才会正确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考量 身体的形态的不同 可以算出 用各位自己的体脂率 可以算出各位的体脂率 这样了解 这样了解 OK 这个体脂率我们刚刚就说过 可以用这个三点法 或者是七点法 然后先算出你的身体密度 然后套公式 来去换算成 体脂率 然后再参考 这个对照表 这个 80页跟80页这里面 就标出自己的程度 这样了解吗 就是在这个 好 大家没有在标 帮你 上去 没有 这个 这个我可以再给各位 如果各位有需要 这里面 他就有两个表 他就是你算出来你的体脂率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你自己是 很差 较差 一般良好 杰出跟非常瘦 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对照 男生跟女生不同的表 这样知道吗 就是大家算出这个 下次算出来之后 再来去对照 就可以写起来 这个就是第三个 大家的身体组成的这个ranking 那再来就是 这个 时间有点不过 再讲完就好 那个 再来就会说 老师 你说这样 这个 如果是白人 或者是日本人 黑人 印第安人 是不是有不同 是的 刚刚讲过 体脂率 这个是一般的算法 但是如果你是下列 这些新的人 不同的人 比如美国印第安人 黑人 这些东西 你换算的公式 有一点点不同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这个都是其他人 科学家他去做过不同民族的研究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 台湾人 台湾人 表示说各位以后要做研究 可以往这个方向 所以以前我们大概都是靠什么 日本原住民 这是第九版 第九版 或者是你的 比如说他是肥胖的 或者电视的 换算的公式 也是不一样 那第十版跟第十一版 有 有什么 新加坡 有新加坡人的公式出来了 所以各位如果算出来提值率太高 不要赶快 那个书盖起来 电脑盖起来开始 告诉我们有一个新加坡人的一个算法 来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 新加坡人的一个新加坡人的一个公式 男生跟女生 还有新的一个公式 所以大家算完以后可以用这个公式再套一下 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在照顾一些 这个疾病 比如说像这个肝硬化的这个病人 肝硬化病人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那到时候他肚子会很大 但是他身体是瘦的 这个东西他的体脂率 也要经过换算 你看这里有 没有 Servosis就是肝硬化的这个意思 ABC 这样子 我们来去做算算 还有另外一种像什么 脊椎损伤的病人 脊椎损伤的病人 各位可以看到 常常很瘦 特别是下半身 因为没有使用很瘦 所以这时候你在量的时候 算法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就是第10版 新版的内容 跟第9版 9版的内容 其实还是有差别 越来越多 越来越完整 所以可以来 换算一下 那我们换算的时候通常是这样 如果各位去医院 运动医学中心 我们做这个的话 会把你写起来 有一些标准的 量测的地方 比如说7点 我们是拿几点 然后每次的追踪 就是看你的训练的成果 这样知道吗 这个东西现在 有一些做那个体态雕塑的 也是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不困难 所以大家学会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自己每次1500块的省下 那接下来我们讲 这个激励 这个讲完就给他Q&A 那激励下次 我们也会给各位 来做一个测试 测试它有几种静态的向伐 动态的爆发性的 比如说推线球 或者是这个动态的 静态爆发性跟动态 动态向伐这个独木舟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用一个 来去测各位的握力 测各位的握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你跟正常值有什么不同 我们下个礼拜 下一次 下一次的各位每一位同学都要测 就是自己左手跟右手这个训练 这个抓握力 抓握力 那我们 会测的时候 有一些正常值 比如说男生女生 你的年龄 大概应该是到多少 这个是测的方法 那至于说增加的这个握力的这个方法 可以从这些人来去做训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 耐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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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会做这个 跳过去 这个叫 Abidominal Curl Test 这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 那个我们立法院有一位 那个 立委 就是做儿福的立委 他出来立院开记者会 他就是质疑现在我们那个高中 免试入学的这个评论里面 台湾18个县市里面有11个县市 他是踩提示能的 大家如果记得这个 题目的话 那提示能的评估里面有一项 他就质疑说会不会造成这个血统脊椎的损伤 就是这个 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养获起座 养获起座 他那时候出来关心 那事实上他那个咨询稿是请我帮他 看的 我有帮他修改过 但是后来他们 讲的时候还是没有讲到我要提的重点 会不会受伤那个跟 小朋友的 运动方式有关 做养获起座 在同样观念题 养获起座会不会造成几类损伤 见的 不见的 为什么 跟做的速度有关系 还有呢 你的准备姿势很重要 做养获起座一个要点 一定膝盖要弯起来 大家一定知道 第二个要点 你的腰 往前的曲度要出来 这样脊椎才不会受伤 但是 立法委员有时候太棒 讲的东西他听不进去 不过没关系 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参与社会的关注议题 这等一下会给各位介绍 abdominal curl 这个是 以前的做法 那他们现在是建议 我们现在 国健署 体育署也有在改 做什么东西 做这个 这个 阳坛 前弯 阳坛前弯 等一下各位看一下就知道 来 把这个看完就好 这是做肌肉的耐力的测试 他说这主要是测这个 腰椎的这个核心 然后去预防被动 是做这个 有没有 看他躺着的时候 手指头在那个白色的贴的 这叫做肌肉客卷腹测试 卷起来肚子的测试 阳坛 这现在是已经取代 取代那个阳卧起座 你做的时候手针子 你看他等下怎么做 放在那个白色的这个地方 然后每次起来的时候 就是要超过这个12公分的这个贴带 他如果是45岁以上就是8公分的缓度 等下你看他怎么做就知道 我们会用那个节拍器 一分钟40下 滴滴这样 然后看你起来 起来就是手指指尖要超过 那个白色的那个带子的范围 看 开始 起来 这样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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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他外套是没有弯起来 不会伤到脊椎 这就是测我们肚子的耐力的测试 好 你看他就做了以后 然后再来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 有碰到算一次 有碰到算一次 这个是不对的 比如说你看 这样 这个不算 没有这个没有超过 或者是一手 一手 有没有 这样一手 这个是不算的 这不算 然后或者是什么 脚起来投起来 这个也不算 这扣分 这不能算一次 或者是什么 赶不上 3秒钟才起来 如果一次警告一次 第二次不行 就 取消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撤出来 你在不同年龄的时候 男生跟女生 可以做几次 可以做几次 比如说你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做 75次 男生 29岁以内 他是在90% 他是算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肌肉耐力的测试 那如果像女生在旁边 70下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 这个叫卷腹测试 从明年开始 就会在 我们台湾的那个 眼视升学里面的 其实设定项目 全部会改成这个 就取代 取代洋卧起座 这样了解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 Abdomino Curl Test 以前是这样 现在新的卷腹测试 就是到了一个带子封面 OK 好 那